有一次是 因為我不是說保姆房 那個也講過 保姆房的這個所謂的 不能說監視保姆啦 就是探測這個保姆的 這個環境的那個監視器 剛好有錄到他媽媽罵我的話 而且是罵得頗重 然後我就心裡大喜 我一定要得到這個監錄器 然後閉錄器我就可以 這個在官司上 我才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我個人認為 可不可以請教他罵很重 是罵怎麼罵 就是上次有提到就是 破壞這樣之類的 所以他就罵得很重 或者是說垃圾啊 就國語翻譯就是垃圾啊什麼的 反正那我們就沒關係 你就罵反正有錄起來 那我就想 而且那個東西就其實也是我買的嘛 所以我就想說就要得到他 偏偏前夫也知道說 他應該是錄到了對他們不利的話 所以他就把這個 就是拿在手上不還我 我就說你還我 不然我會叫警察來 那他就不還我 那我們就是君子嘛 就一言祭出四馬難 就是說我說你不還我 我會請警察來 你真的敢不還我 我就真的請警察來 所以那天是我兒子生日 就飯店都 不是飯店的餐廳都訂好要去慶生 我還是請警察來